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剛才說後面要教的視野問題 視野問題就是說有個東西有個鏡子有一個人 請問你能不能從鏡子裡面看到東西的成像 如果看得見就是所謂的視野範圍內 如果看不見就是視野範圍外 這就是所謂的視野問題 視野問題總共有我當初跟你講過的三種解法 第一種是一般老師教的解決方式 好一個眼睛一個咚咚然後呢 第一個畫成像 你還記得要怎麼畫成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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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用什麼方法你把成像畫出來 簽名畫 答案叫做不知道 怎麼哪有豬啊 亂扯 坐 那邊啊 坐 坐 用物據等於相據在那地方畫 然後畫一樣大 這種考試題目你通常不需要畫左右相反 這種題目你通常不需要畫左右相反 你只要畫到對的位置 然後畫一樣大就可以了 好 再來 把眼睛跟成像連成一條直線 然後就看著看 如果有通過鏡子表示看得見 沒通過這個看不見 現在是沒通過這個表示看不見 這樣就表示有通過這個表看得見 為什麼 因為你是成像是反射光 所以要有打到鏡子 才會有反射光 近到眼睛 所以必須要通過鏡子 我講過了 教授嫌我們這種交法 都沒有科學知識 沒有科學原理 這其實是有的 這其實是有原因的 只是我們上海老師都不交 直接加幫忙 畫成這樣連結這樣彈出來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你就學會就好 你要跟你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做 我已經上課解釋過了 解釋過了 好就是我們第一個解法 然後呢 就這樣做 就這樣子 所以呢 畫成像連眼睛 連有通過鏡子的 就是假的看得見 沒通過鏡子看不見 鏡子在哪邊不重要 成像的辦法都一樣 物軍等於相軍 所以看不在那邊鏡子比較短 在旁邊的眼也是OK的 你這樣畫得對 你這樣畫得對 你第一個解法 第二個解法呢 從鏡子向兩端 畫出我們的反射光 什麼畫 用什麼方法畫 用什麼方法把反射光畫出來 沒剩下多少人 沒剩下多少人 張若萱 用什麼原理 用什麼原則 畫反射光 四個字就好了 我要畫反射光 用什麼原則 用什麼原理 沒關係 請坐 很簡單 反射定律 白色腳給云 反射腳 把畫出來 反射光畫完之後呢 中間這一塊就可以看到 因為你的反射光 就在這個範圍內 只要有反射光 能夠近眼睛 你就可以看過去 看到成像 所以這個範圍 就可以看到了 那這個眼睛在外面 所以這個眼睛看不見 這個眼睛看不見 就是解法二 解法二 物體 打鏡子做反射光 假在範圍內 看得見 倚在範圍外 看不見 看不見 這個解法二呢 會有一個變形 因為反射光 延長線會到成像 要做入射角 等於反射角 平常是比較麻煩 所以呢 我們就畫成像 然後連到鏡子過去 因為反射光連過來 就會通過它 所以會倒昏走 所以這樣做 這樣做物具人像具 感覺會比較簡單 畫完它 那一樣 這個看得見的範圍 就是它變形 也可以這樣做 這種 這種方式呢 比較適合那個東西一個 眼睛很多的 問你哪些眼睛看得見 這個方向做 解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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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法二變形 畫出成像 連到鏡子 假看得見 抗劍 這樣 還有一個解法三 倒過來的 適合一個眼睛很多東西的 因為光可以倒過來走 反射光近眼睛 眼睛打過去就反射出去 所以我們倒過來做 從眼睛去做反射光 然後呢 這個方向看得見 這個範圍的就是 會有光線可以打進眼睛的 所以在這個東西看得見 所以它 我說適合一個眼睛 東西很多的 東西很多的 來問你看得見 或者看不見 這是我們第三個解法 像這樣 好 從眼睛打過去 假的打過去 蘋果在範圍內 所以看得見蘋果 你呢 打過去 蘋果不在範圍內 所以看不見蘋果 你在外面 我相信 包括補傳老師 通常都只叫一個解法 這是第一個 畫成像 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這個是有道理 只是我們都不教你道理 我們現在 我教了三個解法 給你 你最起碼要學會第一種 一個一般老師教的方法 畫成像 連直線 看有沒有通過鏡子 通過鏡子 來解決我們的視野問題 這就是視野問題的解法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OK